加拿大環境部向包括大多倫多地區在內的南安省發出特別天氣聲明 指未來數天將被一股暖和天氣籠罩 甚至可能出現雙位數字的氣溫 所以接下來幾天,直到聖誕節會由原來的降雪變為降雨 環境部預測,在聖誕前夕估計會有15至20毫米降雨量 風速則每小時50公里,氣溫徘徊在攝氏零上10度左右 到了聖誕節,氣溫雖然略為回落,但相信地上不會有積雪